中国官民笔终于搞清楚了,辽宁才荣90%藏清新真相,图,看中国记者林忠宇综合报道,中国官民笔一直是笔糊涂账,近期中国辽宁省,宣布省值机构659家公益性事业单位,以整合为65家大型事业单位,兼减比例达到98%月底,之前完成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下辖的事业单位, 要完成90%以上的精简,还特地将139的官民笔定为奋斗目标这一官民笔意外,曝光了中共关满为患的真实数据,成为舆论关注热点辽宁大稿才荣中国真实官民笔意外,曝光多少纳税人供养一个吃黄粮的,在中国长期是笔糊涂账。 6月11日,辽宁日报参辽宁省值机构659家公益性事业单位,以整合为65家大型事业单位,兼减比例达到98%月底,之前完成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下辖的事业单位,要完成90%以上的精简,还特地将139的官民笔定为目标文章。 上海透露,辽宁有事业单位35000余家,事业编制超编110万名,而且2017年年底辽宁省人大通过讨案,超编人员不得办社保发工资,属明财宗盛的大陆作者,近日在微信公众号发文,分析,了辽宁这一改革,曝光的真实官民笔。 文章认为要裁掉上述超编的110万官民公养,比才能达到139而据2016年的数据显示,辽宁省有人口437、8万按照139的公养笔改革,后辽宁有112万吃官饭的,那改革之前吃官饭的就是112加11222万,用4379除以222就等于改革前的, 公养笔,答案是19.7文章,盘点说官民笔曾经有广为流传,的几个版本其中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透露,中国公务机关人员官民笔例,1比26同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表,是官民笔118,2014年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胡尹和联一兰在《亮望新闻周刊》撰文指出同西,官民笔在英国为1比118,印度为1比109点,5俄罗斯为1比84.1新加坡,为1比71.4柴宗盛文章指出,即便辽宁才调百万荣元改革,后的1.39分,也属国际高标准, 据悉目前除了辽宁,各地都在搞所谓的机构改革,均减人员6月22日黑龙江日报,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事业单位机构总数,内部机构总数原则上至少均减20%事业编制总数原则上至少均减15%省委办公厅,所属事业单位由7个减少至3个省政府办公厅,所属事业单位由12个减少至7个其中, 4个单位还将继续推进转企改制,与此同时哈尔滨市,也完成了精简20%的目标万税之国,关满为患事实上中共正全是万税之国,百姓历来承担几世无双,的巨量官员,而且中共官员党政双线,两套马车纳税人供养的还不止在职及退休行政官员,还有本来应由中共自己养活的党委这一系列的官员 看中国,年初发表的共产党真相,捅破中共存活百年天大的秘密,一文,曾援引述据说明,2012年中国未包括中央官员,地方政府供养的公职人员包接到村委, 以2000县市位纪约6000万人,以一个人口300万的某市位立,其GDP为46亿美元 中共市委书记一人副书记四人常委十一人市长,一人副市长九人市,常助理三人人大主任,一人副主任,七人政协主席,一人副主席,八人,还有20名处长及秘书长, 还有继生办,维稳办,精神文明办,城管更有许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挂名官员,带领甘心而纽约人口, 1800万GDP为26000亿美元市长,一人副市长,一人议长,一人东,京人口1300万GDP为11000亿美元市长,一人副市长,一人议长,一人副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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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中国每百万美元,GDP要养10.8官员,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是日本的十倍, 美国的七倍,德国的八倍,英国的四倍,各国行政费用占GDP比率的,比较中国为25.6%, 印度为6.3%,美国为3.4%,日本为2.8%,中叶两国人口相近,行政费用却相差四倍以上有关中共官僚系统的数据还是保守统计, 实际上中共所属的所谓机关,其事业单位,还有历年退休官员待遇都很惊人,形成庞大的开支全部压在老百姓身上, 并据香港争鸣,2016年4月号文章的数据对比,2012年,世界各国政府行政费用占,财政总收入德国2.7%,埃及3.1%, 印度6.3%,加拿大7.1%,俄国7.6%,中国30%,中国将近埃及的十倍,印度的五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众所周知, 在民主国家民选的总统及各级官员离职后就什么,都不是了 但是在中国大陆,那些退休高官则仍享受着种种特权距香港动向,报道中共,2014年退休高官年开支 于675亿人2004年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共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 公费开支高达3.26亿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其他级别逐级配置形成庞大国库开支, 无关不贪吃官饭的成为稳定物价的工程 BBC中文网8月13日刊发北京学者邓玉文文章,谈到涉滩华荣董事长赖小明宅中搜出2.7亿元,现抄仪式文章结论,认为这一事实昭告中国反腐, 失利文章说中国近十年来拼命印钞放水,货币超发估计达120万亿元,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任一国家恐怕,早已引发严重通胀了。 可中国的现实是物价虽有上涨,但尚在可控程度,老百姓的朴素看法,一针见血,中国没有出现,恶性通胀原来是这些贪官都把巨额翻款存放在家了。 对于前不久辽宁公布了事业单位改革方案,要砍掉90%吃官饭的人,因为财政实在负担不起。 有人据此计算出该省,2016年财政供养,比是19.7亿中国14亿人口推算。 全国吃官饭的人员,约有7000万以8个吃官饭的人中,有一个官员的保守估算。 全国各级各部门大小官员共达875万假定每个官员都有腐败嫌疑,他们平均藏在家里的现金100万元,总共8.75万亿元文章说。 剩下的6100多万办事,人员中也并非每个人都干净,他们中的一些人多多少少,也都会利用手中的职权捞取好处。 按20%计算6100多万办,事员中涉嫌腐败的有1220万。 假如每个人藏在家中的现金是20万元总共达2.44万亿元养者加起来,超过11万亿元占到整个超发货币的进一时考虑到房价占超发货币的大部分10%元的货币退出流通自然,会大大减缓物价的上涨幅度。 从这个角度看,贪官们是稳定物价的,功臣中共执政改革走过场,越改越膨胀中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于今年3月13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方案提出将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国务院,将设置26个部门。 根据方案新组建或重新组建的部门,有11个包括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科学技术部,司法部,水利部,神技术,不再保留的部门是监察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文化部,国家卫地委, 但没有此前传闻中的关于港澳办和国台办合并,的建议3月14日自由亚洲电台引引。 大陆独立学者肖先生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除了将换掉一批主要负责人,没有其他意义。 肖先生表示,在目前这个体制下精简也好改革也好,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是把办公室,换一下换几个人当官干部提拔,调动等等。 都没有受到制约及监督。 肖先生说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十分庞大,在一些基层县里面十多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公务员改来改去。 改到现在机构越来越多,人也越改越多,官员越改越多,吃财政饭的人太多了。 国务院,中央部委,人大,政协五大家太多人了基层一个县,有处级干部两百多人,有一百多个局,十几个人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 事实上中共建政后就一直有在体制内进行机构改革,但无改机构臃肿,政令不出中南海等体治病。 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69年先后进行了12次机构改革,所谓的改革开放。 40年,就搞了八次其中以1998年,朱镕基任总理那次力度最大,朱公开宣称要炒掉一半机关工作人员,最终不但引发上访潮。 机关人员也是越改越膨胀。 中共顶层机构用一种,对应着举国庞大体制,中共政权历来被称是万税之国。 百姓,历来承担举世无双的巨量官员,而且中共官员党政双线两套马车纳税人公养的还不止在职级退休行政官员,还有本来,应由中共自己养活的党委这一系列的官员有时知识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根本体制所制一党专制式并跟时评人士实时认为,在中共专制制度下是人质,不是法治各级官员都是特权思想, 就是想利用权力敛财,如果在民主的体制下官员,都是民选你不好了就得下台,所以根本上来说还是体制问题,不废除专制体制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现今美国的太子党罗宇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的系列文章之27中,表示中国最大的祸害,就是共产党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唯有逐步有制的民主化。 感谢观众